我们现在看第十三章 就我讲义上面的章书 万有引力 Universal Gravitation 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先用了一部分的 万有引力里面的一些概念 因为我们的题目 有很多题目可以从里头出来 那个时候要应用到牛敦第二定律来计算 那现在我们 其实他单独有一章 单独有一章 就是介绍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是牛敦所发现的 这万有引力牛敦是发现什么呢 他说我们宇宙之间 任何物体 指点就是说任何物体 对其他的物体 都有一种吸引力 他先是用指点 就是说假定这两个是任意的两个指点 这两个指点之间 彼此就有吸引力 那这个吸引力呢 到底是多大呢 那么牛敦就把它研究出来 他从这个前人 所做的一些 听文学的一些 一些记录里面 他从天体来看 就计算出来 这个万有引力 他所计算出来的万有引力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看这个符号的规定 符号的规定 R12 就是指指点1 相对指点2的位置 指点1 相对指点2的位置 就是说 你从指点2来看指点1的话 它的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是R12 OK 那么R12的单位向量 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方向的 OK 那么他就说 这个时候 指点1呢 就受指点2的引力 指点1 受指点2的引力 就指点2 指点1受别人的引力 2吸引他 就朝这边走 这个引力的大小 等于什么呢 跟他的质量 两个指点的质量成正比 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方向呢 这是12了 那这个是12了 方向呢 相反 就是说 如果是这个方向 这个力就是推力了 它是吸引力 因此是负的 那么这个G呢 大G它是一个常数 叫外有引力常数 指点2所受指点1的力 指点2被指点1吸引 它的力是F21 也是跟M1跟M2成正比 跟距离 跟距离 而突文的平方成反比 然后方向呢 也是吸引的 不过这个里头要注意 它这个式子啊 牛顿发现以后啊 它不敢发表 因为它知道 这个指是和什么东西呢 指点 就是说M1跟M2啊 是点状的物体 才能用这个式子 它当初用天文学啦 那么我们看天上的星星啊 距离我们都好远 好远好远好远 它是一个点啊 所以它用的是 这个是指点 如果你是一个物体的话 真正像这么大的一个物体啊 你不能用这个式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像这么大的物体 你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R12到底要怎么算 我们现在是 比如说这是球状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球星到这个球星 算是R12 或者是R21 但是如果这随便是什么物体的话 那你要怎么算 你要怎么算 你要从这里算到 算到这里 跟从这里算到这里 这个值会有差哦 会有差 所以如果不是指点的话 R12就是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啊 你没有办法把它 把它用一个量把它表示出来 OK 那么 所以它这个式子啊 只适用于指点 只适用于指点 所以它导出以后 它不敢发表 因为不是任何物体啊 都可以用 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就找不到指点 任何一个像 一个小小的粉笔头 它都是一个物体 好 于是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它花了三十年的功夫 就说它这个论文写出来 放在抽屉里头 一百就是三十年啊 它发明了微积分呢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各位今天学的微积分呢 是牛顿发明的啊 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而发明的 OK 这个里头的基呢 就是这个 是一个叫做万有盈利常数 那么如果是物体的话 我们这个式子啊 就用积分的方法来算 很麻烦 很麻烦 你要把这个物体 分成好多个指点 这个物体分成无限多个指点 那这个指点 其中一个指点 对这些的盈利 还有另外一个指点 对它的盈利 所有的指点对它的盈利 通通算出来 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是一个物体的话呢 要用积分的方法算 但是如果说 这两个是物体 但是它是球体 而且是均匀的球体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 用它的球星 来算它的距离 球星到球星 OK 这个是我们现在 要用 所以你要注意 M1 M2 适用于指点 只适用于指点 如果是具有体积的物体 要用积分计算 如果是密度均匀的球体 那么这个物体 可视为质量都集中于球星的指点 所以用的时候 要记得它有这个限制 所以你们现在学物理的定律 我一再强调 你要注意它的 每一个定律 或者每一个式子 它的适用条件 适用范围在哪里 你要把适用范围 弄清楚 以后你再用的话呢 才不会出错 OK 好 那现在我们首先就看 指点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我们假定地球是一个 质量均匀的球体 其实不是了 不我们妈妈糊糊的算 地球假定它是一个球体 而且质量是很均匀的 它的质量是大M 它的半径是大R 球星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质量 为M的指点 它距离球星 是R远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是指点 那这是一个球 均匀的球体 所以我们可以把 所有所有这个M的质量 都当作集中在球星 所以这就等于 两个指点之间的万有引力 当这个大R远大于 小R远大于大R的时候 这是地球的半径 如果这个距离 很大很大 并不是在地球的表面 地球的表面 我们都会做 这个如果是在 离地球相当远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把地球 视为均匀的球体 那么所以这个指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只受 因为它周围空气 离空气也很远 离其他星球更远 那我们就说 它呢 这个时候 仅仅只受到地球的引力 这个引力我们用FG来代表 就是说 Gravitation Force 地球的Gravitation Force 地球的引力 万有引力 那我们带到牛顿第二定律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指点 它的Total External Force 全部全部外力的合力 就只有这一个力 而这个力呢 根据万有引力 它就是等于这个 因为你这个时候 可以把这个地球 当作一个均匀的球体 所以它的质量集中在球星 就是两个指点 应用第二定律 力来源是这个 这个因为产生果 因为它作用在这个 这个质量M上面 它就会产生一个加速度 M A 假定这个质量 不会改变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A呢 这个M约掉 就变成这个 所以这个要记得 质量为M的质量 离地球 离地球 执行R远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是跟R有关 R平方成反比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等加速运动 所以它的加速度 不是定制 如果R越来越小 接近于大R 就是小R等于大R的话 小R等于大R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M拿出来 这个是什么呢 G0 G0它就是 就是 因为你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个M7 G0就是负7 M over大R平方 那么这个就是 地球表面的 重力加速度 就是地球表面的 重力加速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 都介绍过了 这地球表面的加速度 你可以把这些 数字都带进去 差不多是这么大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一个指点 一个指点 这是地球 我们当作均匀的 质量密度 都很均匀的 一个球体 所以它的质量 M1就是地球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球星 另外现在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M 就是另外的一个质点 它的质量是M 它从A到B 圆着这么一个路径过来 在某一个时刻 正好在P点 正好在P点 那我们现在 就可以知道 它在P点的时候 M在P点的时候 它所受到的力 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倒出来 M1 M就用M1来代表 那么 这个力 就是说这个物体 仅仅只受到这个力 仅仅只受到这个力 FG 是指这个 这个R是这个 我这个应该要画过来 R是指这个 这个箭 这个箭头 它从这里到这里的时候 从A点到B点的时候 这个力 对它所做的功到底是多少 多大 这个我们其实也导过 也导过 那你就是把这个狮子 这个 DotDS 这个时候的DS呢 就是这个DS 它可以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就是R方向的增量 R Univector 在R方向有个增量DR 一个是在 跟R垂直的方向 就是Theta的方向 有一个增量 RDTheta 所以Theta Univector RDTheta 这个一Dot RUnivector Dot ThetaUnivector 等于0 因为这两个是单位 降量是垂直的 所以只剩下这个 那它就变成 R.RUnivector 等于1了 所以它就是 最后这个击分 这个击出来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击过 那这一项 这两项 就代表说 它这个功啊 是跟起初的位置 与末后的位置有关 跟它走哪一条路径 没有关系 刚才A到B 是圆这个路径 你如果从A到B 你画另外一个路径的话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成 Potential Energy的样式 EP就是Potential Energy 那就是B点的Potential Energy 减掉A点的Potential Energy 那么它就等于 两点Potential Energy的差 它的负值 两点 就是后来的Potential Energy 减掉起初的Potential Energy 就是Potential Energy的差 的负值 那么我们已经讲过 并不是EP就等于这个 并不是EP就等于 它要有一个 有一个常数 我们不晓得是多大 不过我们可以设定 一个标准 就设定R 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EP等于零 就设定无限大的地方 它的位能是零 你把它带到这里头去 这个无穷大 这个是零 那就零等于零加C C就是零了 所以呢 当在我们这样子设定的时候 EP是等于这么大 Potential Energy 那记得这Potential Energy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代表 R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Potential Energy 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看 Kapler 行星的运行定律 那么 那牛顿他就是根据 Kapler这个天文学家 他所做的工作 而导出他的万有引力 Kapler的行星定律 那我们说 这个是行星 这个行星 这个是太阳 我们家庭太阳之类 用大M代表 这个行星用小M 那么这个行星呢 始终是绕着这个轨道在转 这个轨道呢 通常是一个椭圆的轨道 椭圆的轨道 那这个地方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名词 我们稍微的看一下 Kapler第一定律 就是所有的行星轨道 皆为椭圆 太阳位于椭圆的一个焦点 这就是它的一个焦点 轨道 椭圆轨道的大小 决定于两个参数 一个是A A就是这个 A 从这个 这就是等于长轴了 A A就是离心率 就是你这个 本来如果是圆的话呢 这M 应该在这里 焦点应该在这里 它就 偏离的 偏离的这个 圆心 偏离度呢 就是用E来代表 E来代表 OK A为长 为半长轴 这个是 这个是长轴 那这个是半长轴 E 叫做离心率 椭圆中心两个焦点的距离 椭圆中心 中心与二焦点的距离 就是它跟这个距离 或者是跟这边这个距离 都是E乘上A E乘A 如果这个 也在这里的话呢 那E等于E Y等于E 那么 Exponential 这个就是E等于E 那么 就是说这个是以A的一个半径 半径为A的一个圆在运动 那现在它这个就 没有那么大 是E乘上A OK 它从这里偏离过来了 E等于0的话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 就是说 E等于0 那就是这个距离是0 对不对 这个轨道是一个圆形 地球与大多数行星的椭圆轨道 离心率都非常小 离心率都非常小 接近于圆形 没有我们画得这么厉害 那么 我们假定它是一个椭圆 那这一点呢 就是它离 就是地球 或者行星 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离太阳最远 离太阳最远 这个我们用RA来表示 RA 这个叫做远日点 远日点 它是等于A 加上EA 就是A 括弧1加1 如果这一点在这里的话 这叫近日点 我们用RP来带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A 限掉EA 如果E等于零 那么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那么这个是行星对太阳来说 那现在我们满天都是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对地球来说 人造卫星绕地球的轨道 也是椭圆 也可以用这一套来表示 那么如果这个是地球 这个是人造卫星的话 那么它的远 这一点就不叫远日点 叫远地点 那这一点就叫做近地点 远地点就是最 人造卫星跟地球的最大距离 近地点就是人造卫星 与地球的最小距离 好 现在我们看 Kabler第二定律 Kabler第二定律就说 行星与太阳的连线 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为定制 比如说这个就是轨道 这太阳 这个行星 那么我们发现呢 它每隔一段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十分钟好了 走十分钟 在这里走十分钟 这个面积 跟你在这个地方走十分钟的面积 一样大 一样大 那因此 这是他发现的 这相当的 相当不容易 所以你要做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 不是每个人 抬头看星星 就会变成天文学家 他这个 发现这个 就是说这个连线 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都一样大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 行星跟太阳之间的引力是这个 以太阳为中心为参考点 行星的总力矩 总力矩要怎么算 力矩是怎么算 R 它在这里 R Cross F FG在这里 FG 我这个键头话太小了 FG 朝这里 R cross FG 那么我们把FG呢 用向量来表 就是这个用向量表示 把这个R写到前面来 你看 你看 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 R Univector跟R 是同方向 所以负号就代表 它们是180度而已 Cross就是零 Cross要乘上Sine 180度就是零 所以 这个物体在这个地方 由于它的总力矩等于零 其他星球我们先不算 因为其他星球距离地球太远了 而且那么多星球 那么我们把它当作说 其他星球的力 都互相抵消了 只有地球吸引它的力 这个时候呢 它 地球吸引的力 的力矩又是零 其他的给它的力 又没有力 那它的外力的合力矩就是零 外力的合力矩等于零 我们从第九章就学过 它等于什么 DL over DD 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而角动量等于什么 等于MP乘上V 这个V就是切线速度的一个V R Cross MPV 要等于定值 因为Tog等于零 等于零的话 那L要等于定值 行星的角动量 这就表示说 行星的角动量 是手横的 手横的 我们只知道角动量 手横 现在我们要看它 它在这里跑的时候 DT秒 它的这个位移 位移 是这个 位移是这个 那么它少过去的面积 我们用DA来代表 我们现在来算这个 少过去DA的面积 我这个是把它画成这个样子转 DA的面积 如果把这个看成很小很小的话 DA就是当作很小 小得不得了 它就可以把它妈妈糊糊 看成一个三角形 二分之一 底层高 那这个就是 等于二分之一 R Cross DS 因为这个 DS呢 Cross DS 就是说 它要 就它在这个地方的一个 它沿过来 Cross 这个 它在这边的投影 就是这边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个二分之一 底 二分之一 底层高 那么 我们把这DS呢 就看这V乘DT V乘DT秒就是DS 那么 它是 等于 什么东西呢 它现在就是 这个大小 因为R Cross V 看到没有 这个R Cross V 乘成NP是L 如果这个 NP除过来呢 就是R Cross V R Cross V 就对于NP了 二分之一 NP 然后DT拿出来 这是DA OK DA 所以 我们就 把DT除过来 DT除过来 就是说 这个面积的时间变化率 是等于L over NP L呢 已经证明了 它是定值 NP 当然也是定值 这个行星 的质量定值 所以 这个都是定值 因此 这个都是定值 那就是说 它单位时间 少过去的面积 是一个常数 这是Keybler的第二定律 Keybler第三定律呢 是说 行星绕太阳的周期 的平方 跟距离 就行星与太阳之间 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我们从牛顿第二定律 里面来看 第二定律 这是因 牛顿第二定律的因 这是果 这个 万有引力 最后在行星上 等于行星的质量 乘上这个 向星加速度 因为这个 这个力是向星力 这个力始终从行星指向太阳 所以是等于mv平方 over r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把这两个式子 mp都约掉 r unit vector 跟负号等都拿掉 我们就得 gms over r 平方 要等于v 平方 over r 那么 v呢 就是 这行星的速度了 它等于 2πr 我们妈妈呼呼 把它当作是一个 球 当作轨道是一个球形的 就是2πr 被t来组 就是转一圈的距离 被一个周期的时间来组 就是它的速度 ok 那么 我们从这里可以 把这个式子变成这个样子 那 再把这个括弧呢 用ks来代表 就是一个常数了 4π平方是个常数了 g是常数了 ms也是常数了 所以 我们就看到 周期的平方 跟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那么ks呢 是一个常数 ok 好 现在我们就看 人造卫星 行星跟人造卫星的运动 能量的关系 质量为m的行星 绕着巨大的太阳 质量为大m 我们假定它做 原型轨道的话 轨道半径是r 速率与角速率 分别 速率是v 角速率是omega 那么则系统的 位能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导出来 一个物体距离地球r远的时候 它的位能是这个 新的指数不过把这个 改成这个太阳 这是太阳 这质量m是行星的 ok 好 那么再来 这是potential energy 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说万有引力 等于这个 这是大小 没有向量了 没有向量 大小 等于向心力 那么我们从这两个 从这里头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 这个行星的动能 是二分之一mv平方 mv平方 你现在把r乘过来 那就变成g大mm over小r 再乘一个二分之一 动能就是这个 要注意 它的动能 你看gm大mm小m 二r这都是常数 而且都是正值 所以它一定是比零要大 系统的总机械能呢 就是ep加ek 因为它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别的力 那么就 就是这两个 就是 这个 ek 加上正项 负的这个 就等于这个 这是总机械能 就是总能量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总机械能是一个负值 是一个负值 负值就是说 当 这两个 太阳跟行星的质量 距离是无限远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能量是零 那通常我们行星 行星都是不会距离太阳无穷远 它在轨道上运动 一定是有限的距离 所以它的能量是一个负值 比零要小 对不对 这就表示说 行星永远受太阳引力的牵引 而无法从轨道上逃脱 所以整个系统是一个封闭的 它跑不了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能量的关系 这是能量 这是动能 这个是卫能 这个是机械能 能量跟R 如果我们用长轴取代 前面式子的R 就是前面我们把行星都当作是圆形轨道 如果现在我们用A来代表的话 就是说它是一个椭圆轨道 那这个 就是这个式子 也适用于椭圆形的轨道 就是说这个 就是这个式子跟这个 就是 适用于椭圆形轨道的运行 它的星球也是一种封闭的 因为引力是保守力 贵行星运动的总能与角动量 维持定值 因为引力是保守力 Conservative Force 行星的运动 我们刚刚说过了 它角动量维持长速 因为它只受引力的作用 引力的TALK又等于零 所以它所有Total TALK就是零 因此它总动量 角动量的维持定值 由于总能与离心率之大小无关 所以凡是半长足为A的星球 它的轨道 都有相同的能量 你看这个轨道 这是如果离心率等于零的话 这是圆形轨道 零点五的话是这个 零点八是这个 零点九是这个 那么我们说这个轨道 只要形状跟离心率有关系 离心率跟离心率有关系 但是总能跟离心率没有关系 总能没有关系 只要是它长足的半径是A的话 它的轨道 凡是半长足A之值相同的时候 的所有轨道 它的系统都有相同的总能 所以说长足 它跟长足有关 下次我们显示 同一个能量下多个不同离心率的回答 这些都代表它的离心率不一样 可是它的总能通通通是一样 通通是一样 那么就说这个轨道的形状 跟离心率没有关系 就说你是圆的还是椭圆的 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半长足A值 半长足A的值相同的所有轨道上面 系统都有相同的轨道 只要是半长足A是相同的话 那么它的能量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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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这个是椭圆 现在这个焦点在这里 焦点就是说 焦点在这里 也就是说 它这个时候的半长轴 我们可以看成是 这个半长轴 从这里 到这里是它的一个半长轴 那其他的 这个也是 应该要看前面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 这个是半长轴 这个半长轴 从这里 你看从这个椭圆 对称的地方到这里 叫做半长轴 半长轴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这个圆这是半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椭圆 那么这个 从这里 到这里的一半 如果这个一半的椭啊 也是跟这个一半的椭一样大的话 那就是它的A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它的A都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从当中到这里 就是说这几个都是半长轴一样长 因此呢 虽然离青率不一样 形状会不一样 但是它的总能量都一样 如果我们对这个封闭的系统 供应它适当的能量 可以让它的总能量啊 由负值变成正值或者是零值 变成零值的话 就是说这个物体可以 跑到距离太阳无限远的地方 就脱离太阳的引力 比它正值的话 就是脱离太阳的引力以后 它还可以跑 就这个时候它的轨道 不再是圆 不再是椭圆形 所以说轨道的形状呢 通常呢 我们看 总能量一等于零的时候啊 轨道的形状是跑五线 一大于零的时候 轨道的形状呢 是双曲线 这个我们现在还不去计算 我们只知道一下这个就好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 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我们以前呢 也做过 就一个人将质量为M的小球 从地球表面垂直上抛 初速是V0 要使得小球到达最高点的高度 等于地球的半径R 就V0是多少 第二个就是能够脱离地球的引力 V0是多少 这个是地球 我们总画一半 这个人在这里 以V0的速度上抛一个球 他现在要到达这个B点 B点呢 如果是它的最大高度 先求 如果最大高度啊 是等于地球的半径 就是说 最大高度从这里到这里 H maximum 是地球的半径那么高 那这个V要多少 那这个V要多少 还有就是说 这Maxima 它是地球的盈利 那等于MA A就是它的加速度 好 A呢 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把MM消掉 A就等于GME of R² 然后这个A呢 因为它是位置的函数 所以它可以写成V 乘成DV over DR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积分 积分 积出来 这边积分就是这个 这个积分变成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像素移动一下 就是V0平方 要等于这个 好 那么等于这个以后 我们就说 它到达的是最高点 对不对 最高点的数数V等于0 所以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了 就等于 我负号层进去 把这两个对调就变成这样子 V0平方等于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说到达最高点的H 如果等于R的时候 R分之一 一减2R分之一就等于2R分之一了 2约掉就变成 这V0就等于这个 这叫RG 那么G呢 就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就是我们把这个式子 上面买一个大R 下面买一个大R 下面买一个大R 也买一个大R 那么这个就变成R乘上G 就是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最高点如果是 Maxima Height等于 无限大的话 那这项无限大就没有了 所以它这个就是 等于这个值得两倍 这个呢 叫做Escape Velocity Escape Velocity 叫逃脱速度 这个以前我们也都介绍过 就是你以这种速度上抛这个物体 它可以逃脱地球的引力 第二种方法 我们就用功能定律来解 我们由功能定律 非保守力做的功 要等于动能的改变 加上未能的改变 因为这个等于零 所以非保守力等于零 那就是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就是因为非保守力等于零 所以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 因此我们就有 Δ1等于这个 就这个是零了 你现在你也可以写说 这个等于零 所以它机械能守恒也可以 机械能守恒 像我们要做这一类题目 你比如说我们用机械能守恒 你要先确定它可以是 它有资格可以用机械能守恒 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写出来 所以这个等于零 因此机械能就守恒 如果动量守恒的话 你一定要说明 因为它的外力等于零 所以动量守恒 或者说X方向的外力等于零 所以X方向的动量守恒 在你们做题目的时候 我是要求你们一定要这么严格要求你 你要用一个定律的时候 你一定要确定 他就是说你这个问题 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 满足这个 机械能守恒的条件 才能用机械能守恒 满足动量守恒的条件 才能用动量守恒 不能够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说一个动量守恒 你就把它试着写出来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所以以后你们要特别注意 你们现在要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像这个 你知道这个等于零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说 你可以先写这个 然后说 所以机械能守恒也可以 机械能守恒就是动能加未能 要等于常数 那现在这个等于零 知道了 那delta1k我们也求出来 就是二分之一mvb 就是b点的动能 减掉起初的动能 是等于这个 那ep呢 也是 在b点的 就是说这个物体到达最高点 最高点 最高点 到达这个任意一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最高点 任意一点 就是b点 不是a点 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ab 我们写ab a就是零 v零 剪掉这a点的 那么 这个就是r加h 这个就是r 把这个 这三个 统统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变成这样子 b点 b点就是比较高的那一点 因为它在那一点的时候 它是最大的高度 所以b点的速度要等于零 于是这个就可以写成 这个式子 这个就是零了 就是零了 所以h等于r的时候 v零 就等于这个就 这个就跟前面一样了 所以我就把它简单的写出来 那它h等于maximum的时候呢 就这一项等于零了 就是这个字 ok 就是功能定律 以后要写功能定律 你要把功能定律写出来啊 你这样写也可以 你写这个 二分之一mva平方 2分之一mvb平方 加上这个b点的位能 减掉 减掉这个a点的动能 加上a点的位能也可以 就是说机械能改变 所以形式 你随便写哪一种 但是你一定要写出来 你这个式子都不写出来 然后就后面就是 就是用数字去计算 那没有人看得懂 隔几个月再拿那个给你看 你写的是什么东西 你自己也不懂 所以我们写一个东西 一定要写得很清楚 好 那么 这一章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